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传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生活中,很多人喜欢争强好胜 渴望成功,向往顶峰 然而,真正有本事的人从来不会这样 他们在乎的不是钱财名利 而是很重要的 都是自己为人处事的言行 他们与人相处时 身上有这些特征,值得深交 一,心怀善意 胡雪岩年轻的时候 有段时间经常需要帮东家到处催债 所以几乎天天出门 有一天,忽然下起了大雨 胡雪岩走在路上 看到路边有个陌生人没有伞 眼看就要被淋成裸汤鸡 他走到了陌生人的身边 把伞分给了他 后来,每次遇见下雨天 胡雪岩都会随手帮路上遇见的行人打个伞 久而久之 他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广结善缘 再后来,有时候他忘了带伞 却也没有被淋湿 因为那些受过他帮助的人都会主动来帮他打伞 行虽小,善乃大 再微小的善意 对于那些身处困境中的人而言都是一场吉时雨 都能令他们如沐春风 如沐甘霖 正如《道德经》中所言 天道无情,常与善人 老天不会偏心于谁 但却一定会善待心善之人 识人阳光,予己温暖 识人以善,予己福报 善良不仅能打动人心 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很多时候 善良并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的举动 而是来自于一些日常而琐碎的细节里 是法子内心的一举手一投足 于敏红在北大念书的时候 有一个好习惯 就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 而他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 所以他们宿舍从来没有排过会生值日表 除此之外 他还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 去给同学打水 把它当作是一种体育锻炼 久而久之 同学们就习惯他打水了 于敏红也不觉得吃亏 认为大家都是同学 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往后十年 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 新东方做到了一定的规模 他希望能够找到合作者 于是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去寻找他的那些同学 让于敏红很意外的是 他们都抛弃国外很高的年薪 跟他回来了 他们说 于敏红 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 为我们打了四年水 我们知道 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所以你有饭吃 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 所以 让我们一起回中国 共同干新东方吧 于是 就有了新东方的今天 于敏红与人为善 不怕吃苦的精神 从不尽心计较 才能获得别人真心的回应 帮助别人 同时也在成就自己 心存善意的人 人生路必将越走越宽 人生是一场旅程 我们行走其间 只有心存善意 才能终得善过 对于他人 不要另于一个鼓励的眼神 也不要忽视一个简单的微笑 或者一句真诚的话语 所带来的力量 你要知道 哪怕只是你的一个举手 也有可能 为他人带来心灵的触动 为他平添许多前行的勇气 善待他人 就是善待自己 二 压得住脾气 胡适先生曾说 世间最可恶的是 莫如一张生气的脸 世间最下流的是 莫如把生气的脸 摆给旁人看 这比打骂还难受 看似寻常的脾气 却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如果连脾气都控制不了 即便给你整个世界 你早晚也会毁掉一切 发脾气谁都会 压得住脾气才是真本事 真正有本事的人 会把坏情绪当作天敌 平日里总是挂着淡淡的笑 即使天塌了 也能从容应对 寻此中讲 怒不过多 喜不过语 若你是对的 你没必要发脾气 如果你是错的 你没资格发脾气 作家哥德的诗歌 在当时广为传颂 但也有些人怀有成见 有一次 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 哥德遇到了一个批评家 批评家素来看不惯 哥德的作品 他高傲地说 我从来不给蠢货让怒 哥德没有生气 反而退让到路边 微笑着说 我恰好相反 面对不愉快的事 一笑而过 是最有利的环机 真正有本事的人 从来只争气 不生气 正如南怀锦先生 在《论语别财》中所讲 上等人 有本事没脾气 中等人 有本事有脾气 下等人 没本事有脾气 这并不是说 没脾气的人 本事就大 而是很多本事大的人 都压得住脾气 杜月生从一个乡下孤儿 历经坎坷 成为呼风唤雨的上海皇帝 凭得正事 有本事 没脾气 杜月生代言 无论尊卑贫富 脾气极好 大家用人常说 杜先生好伺候 我们做错事 他也轻言细语 找他办事的 无论是高官名流 还是普通百姓 杜月生都是和颜悦色 正是这样的好脾气 杜月生不仅与政商名流 交易深厚 老百姓也爱戴他 有本事的人 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提升自己的脾气 王维说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人这一生 谁没有点跌宕起伏 不恼怒 不意气用事 冷静对待生活中的不如意 再难再苦 都有柳暗花明的一天 人生在世 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只有做到控制情绪 才能掌控其他事物 常言道 行您则置身 置身则事成 一个人若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既是能力再大 也是徒劳 人在愤怒时 内心情绪起伏大 此时智商为负数 容易丧失自我 只有内心宁静 方能产生智慧 拥有智慧 才能创造奇迹 学会控制情绪 方能得人信任 学会控制情绪 家庭 方能幸福美满 学会控制情绪 好运 自会降临 做人 赢在和气 败在脾气 能压得住脾气 才能掌控好自己的人生 三 做人低调谦卑 越是没有本事的人 越是喜欢炫耀自己 除了一点成绩 就到处卖怒 把时间都花在推销自己身上 换来的是止步不前 真正厉害的人 则把低调谦卑 当成一种心态 无论顺境逆境 都能维持平和的心境 始终如一地做好自己 他们是真正见过世面的人 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保持言行的谦卑 博取众常 就可以看见更远的风景 真正有本事的人 即使拥有卓越的才能 和超群的技艺 也从不高调炫耀 只有在必要的时刻 才会施展自己的才华 所谓服酒者非必高 开仙者谢毒枣 知此可以免蹭灯之忧 可以消造极之念 只有懂得低调为人 折服以待 才能体会语化成蝶的美丽 人生亦如此 春秋战国 无越两国交战 无国打败越国 俘虏了越王勾建 及其属下 勾建在无国的三年 低调为人 吴王每次出行 勾建就会给他签马 长此以往 逐渐消除了吴王的戒心 三年后放他回国 归国之后 勾建表面上对吴王服从 行事作风 一如之前一样低调谦虚 暗地里却训练精兵 礼琴图治 等待时机复仇 为了使自己 能在艰苦环境中 磨练意志 他准备了一块苦胆 来提醒自己 之前所受的屈辱 最终 在越王的领导下 越国成为强国 灭掉了吴国 俗话说 花要扮开 就要扮罪 做人 也是这个道理 香港首富李嘉诚 从多次训诫儿子 他说 保持低调 才能避免树打招风 才能避免成为 别人进攻的靶子 如果你不过分 显示自己 就不会招惹别人的敌意 别人也就无法捕捉 你的虚实 正是因为如此谦卑低调 宽厚待人 李嘉诚在生一场摸爬滚打几十年 依然财运哼通 福气不断 做人 时刻保持谦卑的姿态 是一种人生大智慧 是一种修为 是一种胸襟 是一种谋虑 更是我们为人处世的黄金法则 就像有句话说得好 越是有本事的人 越会尊重他人 越是无能的人 越瞧不起他人 时刻将自己放在一个学习者的位置 我们才能收获成长 行走在世间 真正有本事的人 从来不张扬 不自满 因为他们懂得 只有学会低调谦卑 人生之路 才能迎来繁花似锦 人生在世 谁值得交往 别看表面 谁可以相处 别姓甜言 谁最有本事 言行体现 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 心怀善意 压得住脾气 谦卑低调 若你遇见了 就好好把握 预知深交 成为智友 可以帮你实现目标 也能助你走向成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